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Ben 今天非常熱鬧 我來到了鹿港 前面有個宅戲 今天應該是一個滿重要的屋子 小弟我呢 現在就在鹿港天后宮 今天要來帶大家一個 鹿港人文小旅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都知道 一府二路三盟甲 鹿港算是台灣發展 非常找的地方 那其實這邊算是台灣 文化資產保存最豐富的一個地方 一個鄉鎮 所以今天就來好好 帶大家玩一下鹿港 首先第一站 就是我們的天后宮 鹿港人的信仰中心 來到鹿港 沒來天后宮 實在說不過去 鹿港的天后宮 是台灣唯一 奉似媚洲開基媽祖神尊的廟宇 也是鹿港的信仰中心 將近四百年 也訴說著鹿港的豐富人文歷史 我跟妳說我們第二站 來介紹一下龍山寺 鹿港的龍山寺 不是只有台北萬華才有龍山寺 其實現在呢 全台灣的龍山寺大概有五座 分別坐落在不同的城市 今天來到這個鹿港的龍山寺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它是一級的國家級的古蹟 那它厲害的這地方在哪裡 在它的廟宇的建築 它現在是至今全台灣保存最完整的 清朝建築物 那它不管裡面的著景 或是它的那個石柱的雕刻 如果進去這個龍山寺 你去過的話你會發現 它沒有像那種富麗堂皇 或是非常漂亮的一些裝飾 它保了非常完整的古色古香的感覺 所以我們現在就直接進去看吧 今天好東西要看喔 很多人來到鹿港 可能會不小心錯過龍山寺 但這裡卻是台灣保存最完整的 清朝時期建築物 即藝術與建築雕刻大城 不管是源自於清道光年間所精雕而成的龍柱 還是鯉魚要農門的八卦窗 每個小地方都不容錯過 我覺得走在這個鹿港龍山寺裡面 最有感覺就是一個古色古香的Fu 而且旁邊你們聽到那個聲音 阿嬤他們在練習 不知道是琵琶還是桑尾玄 其實都不是 是難管練習 只會讓你覺得 有種回到過去的感覺 而且因為像我後面這個川花 它就是從清朝時期就留存到現在 而且你過龍門跟虎門以後 來到山川店 有個東西一定要看 就是八卦早景 大家怎麼知道是早景嗎 就是前面這個東西 穿過這門後 你一定會被頭頂上的八卦早景所深深吸引 這裡絕對是龍山寺中精華中的精華 其實這個早景的建築啊 它在早期那個建造廟宇的時候 其實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那早期呢 十八世紀的時候 當初那個龍山寺建華以後 它沒有麥克風嘛對不對 沒有電沒有麥克風 那怎麼樣讓戲班在這邊仇神的時候 因為大電在那邊 那當逢年過節要仇神的時候 戲班就會在那邊演出 不管是歌仔戲 或是布仔戲 那這個時候呢 為了讓大家 都可以聽得到我們戲班的聲音 不管是口說 或者是音樂 所以這個時候這個早景就非常重要 因為它這樣的建築 你看它直接這樣子 往上的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擴音的感覺 所以早景呢 它除了可以讓大家乘涼 那我們在那邊休息之外 還可以讓戲班的聲音最大晃 好 這樣懂了齁 正所謂木古城中 其實在早期 每座廟宇都會有個童宗 像這個 超過150年歷史的咸豐宗 就是其中之一 好啦 那我們花了一點時間 來看完了 在鹿港地區最重要的兩座廟宇 天后宮跟龍山寺之後 我們先來看點不一樣的 走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鹿港民俗文物館 我剛剛其實對它完全沒有認識 結果一看介紹發現 我嚇了一跳 它是孤家的宅邸 在之前呢 台灣五大家族的 之一的孤家 他們就住在這邊 很漂亮 這邊真的超級漂亮 然後門票是130 就在前面 而且它是融合了一個英式建築 加上台灣和式的那種建築 在早期日日時期就已經建築在這邊了 巴洛克市的古洋樓 與鹿港小鎮的古色古香紅磚小道相比 中西合併卻不讓人感到違和 一整個氣派雍容滑跪 哇這邊超漂亮的 它保存的非常非常好耶 你看 這根本是只有西桌台灣裡面 才會出現的東西 民俗館內除了可以看到孤家早期的生活起居 還能看到整個清末民初的氛圍 十一住行娛樂樣樣都有 來到這邊 不同的世界 外面很多人 鬧紅紅的 這邊很安靜 非常一個古樸的感覺 所以講話要笑笑聲 好香喔 因為這些應該都是Hinoki 就是檜木的味道 非常的舒服 哇嚇我一跳 嚇死了 因為裡面沒有人 洞房花竹葉 不好意思啦啦啦啦 真的會嚇到 陸港老街 早期以貿易為主 港口附近由於地利之變 便形成了船航還有商家的重要據點 走進老街內 宛如進入了時空隧道 經過長期歲月的沉澱 這裡的氣氛由從前的熱鬧繁華 轉為今日的淡泊悠閒 我跟妳說齁 我們現在來到了藝術村 就在老街旁邊 這個是桂花香藝術村 這邊齁 它原本是日時期的那個宿舍 你看 就是一動一動的平房 那晚上來的話 或者是白天來 都有不同的風景可以看 其實這邊還蠻舒服的 這邊人比老街的人少太多了 可以讓我們在這邊 好好的休息放鬆一下 那因為其實它 之前在經過那個公所整建以後 其實就變得非常的乾淨 然後整結你看 然後其實這邊呢 就有點像台北的華山 它一間間的那個平房的裡面 都是藝術家進駐在裡面 小小的藝術空間 這個紙扇 來到這裡還可以動手做自己的紙扇 看看這個顏色是不是心動啦 現在就讓我們來吃點好吃的 看看這個排隊的人潮 還有人手一袋的東西 就連日本人都慕名而來拜師 這個就是傳說中 百年歷史的阿正肉包 怒買幾個來試試看 我排了大概二十幾分鐘 總算買到這個阿正肉包 我們先來吃一下原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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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味 怎麼香味呢 麵餅皮的味道 喔 真的我真的很可惜 沒辦法讓你們聞到這個 香味的那個味道 而且裡面它其實是有汁的 有湯汁的你知道嗎 喔好棒喔你看 嗯 嗯 嗯 根本就小籠包啊 不誇張 大顆的小籠包 謝謝 口感咬起來它其實非常的 嗯 有嚼勁嗎 也不是說有嚼勁 就一個很舒服的一個口感 我說它太燙 那個要先吃一下 然後它這個原味肉包 它是香菇肉包 等一下呢我們剛剛吃完那個肉包嘛 等一下再去吃另外一個東西 為今天的旅程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就是什麼 麵線狗 麵線糊 走 你不吃喔 好啦那在那個公肉市場旁邊呢 有一間百年歷史的應該算我們今天最後的重點就是 米線狗 真的一定要吃 它1930年代就開這邊了 我們來看一下 而且一碗才25塊 找人最多的地方就對了 說到這個米線狗齁 最一開始其實是從泉州傳過來的 來到彰化這邊到處都可以看到賣米線狗的攤位 但這一間往往米線狗卻是最老字號的 看看這個豐富的配料 阿死 這個米線狗齁好吃 因為它跟台北的比較不一樣 我們台北人齁 在吃那個麵線的時候是加什麼 蚵仔跟大腸 但是在南部的米線狗 基本上它們是同樣的東西 可是呢 差別都是南部是加蛋化跟肉羹 你看 我喜歡南部的 因為肉羹是我從頭到頭都非常喜歡吃的東西 這個一定要加醋 要不然 不行 味道讚 而且又加了非常多香菜 我可以 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鹿港人文之旅來到了最後一站 在哪裡 在張濱工業區的媽祖廟 這間媽祖廟全球唯一 它為什麼那麼特別 因為它是全球唯一一間的玻璃媽祖廟 全部整座寺廟都是用玻璃打造而成 它花了多少片的玻璃呢 超過七萬片 而且重點是我們今天來的時間非常剛好 裡面的那個香爐啊 拜拜那個香爐 今天才開爐 而且它是用超過一千兩百多公斤的琉璃 所製成的非常的壯觀 而且啊 就連那個媽祖的神像也是用琉璃做的 很漂亮 燈光一打下去 你看現在我在拍的過程呢 它一直在換顏色對不對 所以來到這邊晚上一定要來 因為你可以在這邊看到燈光秀 最後用玻璃媽祖廟的七彩燈光秀 為今天的鹿港人為小鎮之旅 畫下一個完美的句點